回来啦 回来啦 累死我了 依依呢 睡啦 你怎么还不睡啊 在这儿等我呢 是不是啊 是不是 我今天给一朵故事书 发现好多都没有图画 我就随便画了几张 你看看 还不错吧 生气啦 你是不是觉得 我把你一个人放在家里 特别无聊 特别没有意思 你怎么这么说啊 我不是不让你再画画了吗 我知道你有你的理想 你有你的一技之长 是我把你耽误了 对不起 我错了 行吗 我 我 我就是没事画一画 我 你不喜欢 我不画就是啊 你还是画吧 你爸要知道 我不让你画画 又要对我兴师问罪了 我就想不明白了 这林忠说也回来 怎么什么都变了 我想起来了 上大学的时候 是他说你有绘画天赋 也是他鼓励你画什么 这插画的对吧 你怎么这么说啊 我问了你还去求我吧 和林忠说 说 你说什么呢 你去求过林忠说 你去求过林忠说 我就是觉得 他是我爸的学生 周雪 你怎么能去求林忠说呢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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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你眼里 我是哪种人 你哪种都不是 你只是孤独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昨天咱们开了媒体见面会啊 舆论确实平息了不少 但是您代言的那几个品牌商 给我打了电话 说要把您的这个广告投放撤下来 还有啊 就是您代言的新能源汽车 给咱们发了律师函 说您这个负面影响给他们造成了损失 让我们把代言费给人退回去 之后还要赔偿人家的无料损失 你干什么去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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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